想必各位平常有在逛网络的大家一定都曾经多少看过或听过网络红人黑男的节目街头丘比特 黑男会在街上寻找单身男女让他们送座堆 而这次他在东区找到的热对暗黑系男女更是相配到让网友都受不了大喊快点在一起 网络红人黑男的街头丘比特前日一集节目在东区找到一对男女 两人穿衣风格跟外表都非常般配 就算在已经办了很多集的街头丘比特当中也算是特别登队 黑男首先在东区服饰店外找到今年28岁的男主角JC 身高177公分射手座高型 而且还是一间店的老板 目前单身几个月条件相当不错 他在节目中表示自己喜欢有点长相天然呆 个性大方单纯但也不要太笨的女孩 后来黑男前往寻找这次的女主角 在中小敦化捷运站出口找到25岁的Bully 今年25岁 天蝎座身高168公分 目前单身半年 只交过两任男友 分别是半年与一年 总是平面模特儿 作词作词和帮艺人唱demo的工作 黑男找到男女主角后 让两人背对背转身见面 瞬间JC直接瞪大双眼看起来很惊喜 Bully则是直接问说你花心吗 听到JC曾经被劈腿的经历还直说 长成这样不可能 因为自己曾被白白的男生劈腿过 所以不太能接受花心男 再得知JC是射手座后还假装要走人 让黑男也急着赶快圆场说 射手还没确认关系之前 会比较多方尝试 真的稳定交往之后就会非常专一 后来两人在经过相处后 黑男询问如果从1到10分 会给对方几分 双方都给对方超过9分的高分 但Bully也提出他的疑虑 再度强调自己不喜欢花心的男生 JC则说他认为Bully大方的个性很加分 大方的女生感觉起来不会那么加掰 由于双方都给对方超过7分 黑男也请他们申请拥抱10秒钟 谐料时Bully也提到 由于自己希望能以结婚为前提交往 所以如果没有结婚的打算就不用联络 JC则是认为可以先当好朋友 未来的事情很难说 节目结束后Bully在自己的个人IG上 后注注张与JC的合照 其中一张两手十指紧扣的照片更是让网友疯狂 他在文中写说 我们因为黑男配对认识 个性蛮合的 但也真的蛮Brotherhood的 看到你们这么喜欢我们这集 我真的超开心逗 这十指交扣送你们爽一下 未来你们就胡思乱想吧 哈哈哈哈随意啦 后来又贴出一张投稿在JC肩上的照片 半赞人数超过两万次 网友们纷纷在底下留言 导声贵子哦 在一起真的很搭等祝福的话语 让我们一起看看Bully与JC相似的 该集街头丘比特吧 看完甜蜜的影片后别忘了支持一下Bully的EP Lose your mind哦 Bully的I'm high 认识归认识 未来会怎么发展还是要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愿 但是Bully和JC不管未来会不会在一起 在网友心中大概都会是街头丘比特史上最速配的一对吧 发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